燕霧瀰漫整個大樓 民眾跟著疏散引導人員 趕緊離開現場 不過別擔心 這是新一區公所的 防災應變演練活動 模擬災害情境 各單位組成自衛消防編組 認真參與每個模擬環節 行政大樓來講 我們12區的話 都要成立所謂自衛消防編組 其實我們就搬到這邊來講 在之前我們在舊大樓 在新一路五段的時候 就已經成立了 因為因應在新大樓的 新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 適應在新的一些措施 新的環境 作為我們的後續一些處理等等 譬如我們的消防的一些門 還有我們會 譬如煙霧比較多的時候來講 我們也有一些排煙的一些設備等等 這些的話都是算是我們12區裡面的話 最新的設備 我們新一區行政大樓的話 是從去年的12月5號搬遷 到我們的新大樓裡面 那這棟大樓的話算是一座 很新的一個智慧大樓 那其中的話有關於消防一些設備等等 來講的話都採用最新 最先進的一些設備 那我們發現到新行政大樓以後來講的話 這是第一次的所謂進行 所謂的智慧消防編組 最主要目的的話當然不外敷 讓我們了解到所謂的真正 假如遇到了所謂不論是天然災害 譬如地震或者是一些意外的狀況 火災的時候 同能該如何進行一些如何一些疏散 或者在整個的演練過程之中 有可能面臨一些問題 譬如就是冒煙或者是所謂的 能源不小心受傷等等 經過了不論是我們的疏導班 安全防腐班 及滅火班等等的一些 大家通力的配合 把我們的傷亡降低到最低 這是我們今天的一個演練的 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順便教育同能 這棟大樓的話來講的話 要如何進行一些疏散等等一些工作 大樓13樓ICT軍防防株火警 請各組成員一任附邊主辦公 進行緊急應變 包澤灣通報班已準備完畢 本班人員將盡速掌握最新災行 同時透過大樓防災群組 聯繫其他合屬辦公的防災人員 請其他整備相關的敵物力 進行災害應變 並協助疏散各樓層洽工民眾 演練邀請消防局講師宣導地震 然後現在動作了 它就是手動包影機 就是它是即時發爆的 就是我們探測器沒有證測到 就是我們發現它活在的話 所以就按這個手動包影機 去做發爆 然後從這樓層作出大樓的活動 演練邀請消防局講師宣導地震 火災發生時的應變處置及善後 演練項目以災害現場避難措施 及人員整備災情掌握 資源聯繫與通報 自衛編助人員初期減災作為 大樓安全維護及環境巡檢 疏散引導及傷患救護 災後應變復原等等 讓我們這棟行政大樓的 各位合主辦公大樓的一些功能 了解到我們這個新大樓 有哪些的一些消防設備 還有我們這個逃生的一些方向等等 讓各位清楚了解 日後極有可能再發生所謂地震 或者是所謂的火災的情形 讓各位了解到整個如何進行一些應變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呢 來講非常感謝我們的行政大樓 無論是我們的分隊員 分隊員不要給我們來 還有我們的警察局的一個同仁 還有我們衛生館 那位健康中心等等的一些單位 非常感謝各位的這次演練配合 然後來講話 就是說我們每年還是會進行 所謂的智慧消防編組織演練 讓大家更熟悉的這些活動 如何進行一些應變做事件 新一區公所去年底正式進駐 廣慈博愛園區 首次辦理防災演練 動員各屬辦公機關人員 一同參與演練 攀電現有的消防設施 及防災人員編制 達到熟悉減災救災目的 記者翁軍臺北不到 就立地難的時候 請幫我雙手雙心